哈喽来看看力武这道题 稍微有点难了哦 四朵小巨花 说AB两地相距540千米 OK 540好长的一段路程 夹一辆车往返行驶于AB两地之间 都是到达异地之后立即返回 那当然了 这节课几乎所有的相遇问题 用的都是这个基本模型 都是不断的在走不停的在相遇 OK累不累呢 确实有点累 但是注意这道题可有点不一样哦 看好了乙车比假车快 哎这不是什么特殊的地方 刚才说的是 设两辆车同时从AD出发后 哦同时从AD出发 这回不是从两地同时出发 迎面相遇了吧 同时从AD出发后 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遇 都在图中的P点 OK都相遇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那这回发现两车第三次相遇为止 以车总共开了多少千米呢 好奇怪 第一次和第二次都相遇在同一个地点 那个地点的位置 是不是同学们特别关心的呢 OK那个地点简称为P点 意思就是personal 是很个人的 很隐私的一个小地点 咱们先得观察出来 这个点在哪个位置 其实同学们很容易发现 P点一点不难找 就在黑板上 是吧 咱们来看 第一次两车从同一地点出发 和刚才的模型 好像有了天翻地覆的不一样 但其实一点也不用害怕 这回俩车同时出发 一快一慢 那么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就有了一点点的不一样 同学们一定注意了 在这儿我要特意强调一下 这个同向 如果两车同向朝一个地方开 第一次会在哪相遇呢 看好了 两车同时从这开 慢的走到这儿 快的哦哦已经掉头回来了 俩车合走了几个全程呢 应该是两个全程 说明第一次相遇 两人就合走俩全程 对吧 合起来全程走了两遍 那第二次呢 应该是四个全程 为什么呢 从这次相遇到下一次相遇 肯定俩人又合走俩全程 从这次到下一次多俩 这次到下一次多俩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OK 那现在我就知道了 二四六八 一直往下写下去 这回推倒出来 底下的很多很多次 怎么样 不难了吧 好 同学们 咱们就知道一条真理了 也就是二者同时 从两地出发 相向而行的时候 他们分别合走的 一三五七九个全程的时候 他们会相遇 对吧 要是从同一点出发呢 同一点出发 二者之间爱好和平 那他们相遇的次数 应该走了偶数次 对吧 偶数次就是二四六八十 一三五七九 是对着走 相撞 那同时出发呢 二四六八十 好 记清楚这个 这条题就特别简单了 咱们来看一看 第一次合走的俩全程 甲车走到了这个位置 是不是走了这么远呢 第二次呢 又相遇在这个P点 那这回甲是从哪走到哪呢 发现甲从这个位置继续前行 从这儿绕回来 把同一道路走了两遍 对吧 咱们刚刚说过 第一个全程之前 俩人合走俩全程 第二个全程之前 俩人又合走了俩全程 是这样的吧 那说明 在第一次相遇之前 和第一次到第二次相遇 甲走的路程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多了呀 前两个全程走那么多 接下来俩全程 还走那么多 那我发现 第一次甲走的是 这么长一段 第二次呢 走的是这么短两遍 而这么长一段 和这么短的两遍 就应该是相等的 那我很容易发现 它们的长度有个关系 长的这段 就应该叫两份 而短的这段呢 就应该叫一份 这样两份 就是一份乘以二嘛 简不简单 特别简单 就是这点知识 OK 那我发现 全程被分成了 三份 一加三份 三份等于 题上说的 五百四十千米 题上就给了一个数 这个数我终于用上了 一份等于多少呢 一份等于一百八十千米 那说明 这时候我走的已经很明白了 第一次相遇 假就走了两份 也就是一百八乘以二 但是我关心的不是假 我关心的是谁呢 乙 第一次相遇 乙走了多少份 注意 走了个全程 掉头回来一份 乙总共走了四份 四乘以一百八十 等于七百二十千米 说明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你就走了七百二 注意 俩全程 它都七百二 四个全程呢 俩七百二 六个全程呢 不就撒七百二 就得了吗 所以第三次相遇的时候 二车一定合走了六个全程 其中 移走的是七百二的三倍 乘以三 等于二十六零千米 这个数就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看懂了吗 同学们 这时候的比例算是更简单了 后面第二次就是第一次的两倍 第三次就是它三倍 第四次就是它的四倍 因为这回相遇的地点 发生在 合走 二四六八十处 OK